好了 各位好 其實今天的較早之前 我是做了一條關於馬體會主場對車路士的歐聯賽後評 但當中的某些觀點 可能就是令到某些朋友有少少誤解 有少少爭議出現了 我就逐一解釋 如果有照顧不到的地方 先和大家道歉 不好意思 當中有人覺得 其實我是沒有猜中的 我的預測是怎樣猜呢 我的預測就是有七成的機會是和波 兩成的機會 車路士就贏 一成的機會就是馬體會贏 其實就是九十分鐘的時候 就一比一 去到最後的階段 車路士贏 我就說過車路士的勝率高一點 我就以為自己猜中 我用以為這個字 令到某些朋友覺得 其實你都不算猜中 我以後就決定一件事 就是我繼續猜中 但是我就不會說自己究竟猜不猜中 因為原來真是很難定義究竟猜中還是不猜中的 我自己覺得猜中 可能大家有不同的尺度去量度的 所以我以後都不會再計我的名中率 不會再說我有沒有猜中 我只是猜中的 自己決定一下 如果之前有些什麼大家誤會 或者覺得有些是誤解不滿的話 我都和大家道歉先 不如以後不要算我做不重了 我只猜就算數了 其實我的預測都已經沒有說應該買什麼位置 即是說我以後的預測就不會向賭球那邊出發 其實近幾次都是這樣 我只是說和球的機率有多少 贏球的機率有多少 輸球的機率有多少 以後就是這樣走 好了 這條片就是會重造馬體會對車路士的蔡侯平 因為當中的某些觀點 說得不太清楚 所以都想再界定多一次 說清楚一點 希望大家就不會誤解 如果之前誤解了 我又和大家道歉先 不好意思 好了 我再講回賽事 其實馬體會今天是出了四個進攻點 車路士是出了兩個進攻點 你說法比加斯會不會是超級連結人呢 其實你可以這樣界定 但實在賽事裡面 就不太見到 因為其實車路士都是比較多主攻的情況出現 為什麼車路士只有兩個進攻點 他們都會有主攻的情況出現呢 就是因為若果乾地那個想法 是本身他希望減少的進攻點 去逼對手馬體會攻自己的這一種想法的話 很可能是會令到自己進入這個主攻陷阱的 因為這個是兩個進攻點的話 你不是說整天可以盡快去完結攻勢 因為你前面不夠全球選擇 所以可能你就要把這個球回後 當你一回後球的時候就滯後攻勢 那你再一路滯後住的時候 當條防線壓了上去的話就形成了主攻 那我賽前都講過了 若果你主攻馬體會被馬體會反擊 就比較危險一些的 最好就是被馬體會主攻你這樣 而其實馬體會有四個進攻點 理論上他們會較快進入主攻陷阱的 所以我就覺得可以先給馬體會攻自己 其實有些好兄弟都講了一些不錯的觀點 他就說其實車號士下場要對曼城 所以乾地可能就是想穩實穩打一些 或者留一些進攻點不要用光他們 等到下場要用或者今場拿一分都沒有所謂 作客馬體會 其實我覺得就是 其實車路士的前場的進攻力量 是比馬體會好 所以車路士在季初 他們還有體能的時候 應該要搶多一點點分 所以我就覺得 車路士可以在這場賽事裡面 若果先作是穩守反擊的話 盡早就是領先了一場賽事的話 其實也可以盡早休息了進攻點的球員 甚至休息到簡敵、八卦入局 因為其實打到現在這場賽事這樣 去到九十分鐘都是苦戰 最後才是險勝 其實都整場用盡了球員 所以我就覺得以車路士的實力 以現在的體能 是若果乾地進取少少 可以更加早贏到場球 如果贏到場球的話 可能就可以盡快收起一些主力 這樣的話 其實也能夠休息到主力 對不對 講回一場賽事 其實四分鐘至十二分鐘的這一段時間 車路士都是想用他們的勝利方法 盡快完結攻勢 但是因為進攻點不夠 所以四分鐘的時候 這個摩拉達只能夠禁區窄角度射 因為沒有選擇全球 再沒有組織的餘地 六分鐘的時候 夏薩特一手包辦射球 以及十二分鐘的時候 夏薩特都有用個人的能力 不過要賺一賺 就是摩拉達和他做個漂亮的支點 但是都是要靠遠射去射球 射中柱的 始終這些都太過高難度 不夠進攻點 去協助車路士 去降低組織的難度 所以其實呢 即使你壓了上去 去做這些攻勢的話 都不是那麼容易入到球 那二十三分鐘就叫做 最簡單直接 就是後場斬個球 找摩拉達來個頭錘功門的頂高座 始終就是因為都是高難度動作 高空波比較難處理少少少 但是這一下呢 都叫看到馬體會的防守 挺差的 其實馬體會他物質質守在後面的話 其實更加讓馬體會是 一路可以捱住場賽事 如果你反擊他的話 那條防線是奔疲地 是回到自己的後防線 疲於奔命的話 多走動空間的話 令到條防線空位多 車路士其實是會更加能夠入到球 所以車路士沒有這樣做到 也因為兩個進攻點 令到他們進入了主攻陷阱 那就會是令到這個上半場的中段開始 車路士就好像變了主攻這樣 但是主攻始終是因為不是很適合於三中堅的戰術 車路士 所以主攻來講就益了馬體會 那一路就不是說是禁攻得入馬體會 馬體會就憑借著少少運氣 就拿到個角球 也都出現了爆炸頭的計時炸彈爆炸 這一下就是這個爆炸頭捉錯了路 原來對手是走到零裡面 結果就是闖絕地用隻手是拔下對手 結果就脫了個十二馬 就被基斯文一射就入網 所以其實車路士主攻 雖然有形勢 但是你主攻不適合 跟著馬體會憑借著運氣去進入車路士 所以就是說如果上半場這39分鐘 車路士奉行穩守反擊前面夠進攻點的話 可能更加早入球 那爆炸頭就未必會爆炸 差不多就是完上半場的時候 其實車路士都差點輸多一球 其實今天馬體會的進攻套路都一般 反擊來說他們都是慢慢 去到最後都是靠遠射 但是射出來 反過來差點是撿到個雞 那就不用輸就是兩球 去到下半場來說車路士落後緊 沒有辦法了 真是要主攻了 那一路攻下去 那都是要等的 一路等到馬體會的後防線開始疲倦 開始產生失誤 車路士才可以憑著一些明賣明賣的 是高空波是入到波 那這次就是夏薩特的一個 就是全中球來的波 那即使斬得多漂亮都好 都真的要對手有問題出現 那這次就是馬體會的盧卡斯 對抗性上面完全不夠摩拉達 那摩拉達進來的位置算漂亮 所以一定就破網 那麼追回1比1的 那這球當然就是橫雲丹 那到呢就是61分鐘的時候 那馬體會的後防呢 是再一次嚴重失誤 那大腳把那個波呢 就是踢回自己的後衛那裡 在禁區裡面呢 令到那些後衛就很闖撤 很尷尬很魯莽 不知怎麼做 結果呢是頂輸過第一點的 也都差一點呢 就比佩比加斯 是入到一個小鴨 那到這一刻呢 其實都反映了呢 就是馬體會的防線呢 是真的一年不如一年了 其實車路士的這一段呢 有點細頭 不過乾地都沒有去加進攻點 那所以呢 去到73分鐘的這個 這個摩拉特的單刀波 其實都是孤軍作戰啦 沒有辦法是找到隊友幫他 他自己呢 就是勉強呢 輕輕力就燙那個波 如果呢 是有三個進攻點 那旁邊有一個空曬的話呢 說不定這球波呢 是可以在73分鐘呢 就領先了 那領先了呢 其實整隊波都會輕鬆了 好啦 那馬體會其實都有一些調動了 就王子那些進來之後 其實呢 有一小段的時間 馬體會的反擊力呢 就開始強了下來的 那這一段其實車路士都有點危險的 那去到80分鐘的時候呢 那乾地呢 就是作出調動的 那兩個進攻點 就換回兩個進攻點 就是保持著呢 都是兩個進攻點啦 明顯呢 是只是想拿一份啊 因為其實之後啊 發被傢司都被調離陣的 基斯瘋神上過去的 那其實車路士呢 即使都是只有兩個進攻點都好 馬體會都是一樣呢 是想拿一份而已 因為馬體會今天呢 明顯都是沒有什麼反擊的 就是套路啊 好啦 這一個呢 就是車路士呢 和這個馬體會啦 大家都以為去到93分鐘 應該大家都是各路一分啊 那但是馬體會 又是發生了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問題 這次又是後防線的盧卡斯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呢 近年馬體會所用的後衛的級數呢 是一鞋不如一鞋的啊 那他呢 努卡斯就是跟這個 是巴舒亞爾跟了一陣 又不跟 有時候兩個去看一個 突然間呢 又可以放山的 就是完全呢 那個防線的區域呢 是亂地收縮 又亂地擴張的 那另一個呢 是後備入體的球員 這個24月的尖美尼斯呢 他又是跟了一陣 這個是馬高斯亞朗素 之後一陣又不再跟他 就是完全呢 這條防線是亂了 那這個攻勢呢 就要差一陣簡迪啦 而其實我也是會選簡迪呢 做今場賽事的MVP呢 因為助攻助手 非常勤力滿場飛的啊 那這下呢 其實就是主攻來的啊 那他就發現到呢 就是巴卡爾高 在禁區裏面有個即時空位 那這個當然每天馬體會呢 就是看漏了 那他立刻地倒他 那巴卡爾高又醒目啊 是做個支點將入球 傳給突然間沒有人看的 馬高斯亞朗素 那麼再將他呢 就傳進來 找到巴舒亞爾呢 就入球的 咦巴舒亞爾又入球的啊 會不會呢 就是幸運之神又出現呢 因為巴舒亞爾每次入球 車路士都好像會贏的啊 是啊 上年的聯賽又好像巴舒亞爾入球 那麼確定拿聯賽冠軍 那麼最近呢 巴舒亞爾就算是擺烏龍都好 車路士都會贏熱刺的 那這個都是說笑而已 那麼巴舒亞爾都恭喜他了 最新的遊戲 Fear18呢 他就說有80 overall的 那總結一場賽事啦 那當然呢 我明白每一個車路士的球迷 或者普通球迷都覺得 車路士贏了 其實都叫OK 那麼我也覺得呢 車路士是值得贏的啊 不過呢 我是更加要求高一點點啦 我希望車路士呢 是可以早一點點贏 不需要那麼驚險 因為你其實每次去到最後那麼驚險呢 不是每次都可以的嘛 所以呢 我就覺得 其實車路士明顯啦 前面的進攻結構 還有個人能力都比馬體會好的話呢 如果進取少少少 早點贏了一場賽事呢 盡早呢 就是換下一些重心的球員 那讓他們可以儘快休息到 譬如簡迪啊 巴克日高這些 其實對著萬成都算是重要的期子來的嘛 那如果真是早點贏 令到他們不需要滿場飛 或者是早點被調離陣的話呢 都是一件好事啊 而其實真的要講一句啊 以現在車路士的主攻實力呢 都還未可以主動地令到對手是失誤 你真是要等對手呢 是失誤你明明明明這樣入球的 那所以我覺得啦 車路士盡量都不要那麼多主攻 或者不要讓自己呢 是進入主攻陷阱 而今天看到的呢 就是兩個進攻點呢 都是會適得其反呢 是令到自己變了主攻 那這方面 其實小心點的話呢 車路士是可以呢 更加是穩定贏波 是拿多些分數這樣的 那另外車路士還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他們的體能 不知道可不可以支撐到呢 就是兩三條戰線 那這方面呢 還是要觀察究竟他們是否能保持的 那這方面還未可以下判斷他們 未來的幾場歐聯啊 或者聯賽呢 會不會是繼續穩步上揚 那這件事呢 我繼續和大家update呀 好啦 多謝這麼多位呢 是看這一條重造的片 啊 如果之前的那條片 有什麼得罪 有什麼誤會呢 我再在這裡為大家道歉 我何榮呢 如果真的覺得自己呢 是做得不夠好呢 我是會道歉 還有呢 和大家是重造一次的 那希望大家呢 就不要見怪了 啊 多謝大家收看這一條片 如果大家呢 是喜歡小弟的片呢 可以是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想鼓勵一下我都可以的 那看我的片子的之前 那就是若過youtube 是插了廣告進去呢 你幫我殺它就OK啦 好啦 那明天呢 會補回萬聯啊 巴塞那些歐聯的蔡侯萍的 實在今天真是很忙啊 因為我要去買FIVA18 好啦 那明天呢 亦都有機會和大家呢 就是打一下遊戲機的 好啦 拜拜